大家好,我是汉文,今天是2021年的6月5号,今天是星期六嘛 我家的小朋友们在教会下面的一个幼儿园里边进行集体活动 那我没什么事就在车里跟大家分享一下 上次呢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个案件 是说大连发生的一起车祸是出于这个报复社会造成的一个年轻人 因为生意投资的失败然后就连续撞死了好几个人 而且是故意的,这种是属于什么呢 算是激情杀人吗,算是我感觉算是恐怖袭击了吧 今天想跟大家说的这个事呢也比较毁三观,也比较出人意料 特别的残暴吧,这是说发生在2019年的事情,前年的事情 两年之前有一个怀孕三个月的孕妇呢 在泰国被这个他老公,也就是肚子里孩子的爸爸 叫于东好像是,从34米高的那个泰国的一个景区的悬崖上面给推下去了 当时的万幸没有摔死,身上17处骨折,后来全身上下打了90多根钢钉 在泰国的ICU里面抢救了8天才活下来 现在感觉泰国的这个医疗技术还不错啊 腹中胎儿原来是保住了,但是呢经过大量的用药 这个胎儿也没办法,就是到五六个月的时候就发现可能是X光啊 还是D超啊,发现孩子不生长了 那没办法就给打掉了 当时是呢判了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他老公一审在泰国判的 因为他在泰国犯的法嘛 判无期徒刑 这还算是比较高的刑期,因为泰国几乎是没有死刑 但是呢,上诉了 上诉了,二审判的是不预谋杀人 没有预谋的杀人 判的是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这点就很可怕 现在就说一下为什么很多人都选择在外国 泰国杀死这个妻子 这个原因可能大家不知道 大家之所以能这么选择 想杀人的人都预谋好了 去泰国杀死伴侣 是因为泰国的这个法律啊 特别佛系 泰国的法律第一是判得非常轻 很少有这个死刑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 经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奇葩的减刑 它经常有这种全国性质的大赦 特别是逢年过节就大赦 泰王高兴了就大赦 泰王过生日了就大赦 或者是泰王的爸爸祭日 他高兴了也大赦 没有任何原因 今天也不是什么良辰吉日 但是泰王就是高兴了 他也要大赦一下 他一大赦就是全体的罪犯都减刑 全体的罪犯就减刑 所以呢可能无期徒刑减吧减吧 他可能十几年也能出来 但是他这个二审判十年呢 可能减吧减吧 说不定五六年 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能出来 所以很多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选择在泰国杀死伴侣 或者是在泰国犯恶性的罪行 反正也不用杀人偿命对吧 这是一个泰国法律上的bug 给坏人留下了很多的这个可称之鸡 中国很多都是以这个杀人偿命的结果为准绳的 中国法律是这样的 恶劣的犯罪都是杀人偿命的 严重的呢也是起点是十年以上 谋杀孕妇如果属实的话 造成被害人重伤 而且胎儿流产 那也是肚子里是你自己亲生的孩子 你给他推下去了 胎儿后来是死亡了 这个是结果呀 一审判无期应该是可接受的范围 但是二审十年在中国的话 中国人的价值观是不接受的 中国的这个量刑体系也是不能够接受的 这应该是故意杀人 不能说是无预谋的杀人 因为从这个情节来看 绝对是有预谋的杀人 所以呢这点就是这个二审的判决 给所有人都怎么说呢 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吧 千万不要 不要跟你身边的人 或者是感情不太好的伴侣哈 一起去泰国 给大家简单的讲一下哈 这个事情发生的经过 因为最近呢 这个女受害者 她经过两年的治疗和康复哈 她叫这个王灵 这不知道是真名还是化名哈 呃 他又出镜了 用社交媒体啊 用他的角度 之前都是新闻嘛 用他的角度说了一下这事的前因后果 给大家简单的服输一下 他现在已经是是抖音了 还是说YouTube呀 已经有百万粉丝了 因为大家对他的遭遇又好奇又同情 也特别震惊 呃 他是一个算是富婆 但不算是富二代吧 算是自己创业的一个呃 很有钱的华人女性 在泰国创业的 17年的时候 4年之前 他跟那个 他的杀他那个丈夫 在聚会上认识的 一共去了十多个人 后来知道这次聚会 这男的能去 叫于东的这男的 能去就是冲着他这个富婆去的 但是他不知道 这叫杀猪盘嘛 呃 这男的就主动找他搭讪 然后甚至说换座 坐到他身边了 跟他要微信 呃 他就问这男的是做哪一行的 这男的就吹牛啊 说他有的是钱在这养老的 呃 然后 这这个 女孩就问他说啊 你 做不做这个 呃 货物流通啊 什么的 他说不做 他说就是养老的 有钱 他 那一心想哈 如果我跟他也没有业务往来 加什么微信呢 结果这男的死结白咧的 就必须加 就求了好几遍 就磨磨叽叽的 啊 那加就加吧 最后就加个了微信 后来呢 这男的就承认了 他俩都结婚以后承认的 他是在朋友的店里 见过这女的 见过之后呢 还跟人打听过 就是说 他其实是一个 很有钱的 在曼谷华人圈 小有名气的 有钱的一个富婆 靠自己创业的 他是创业一代 呃 王玲吧 女孩叫王玲 南京长大的 父母都是普通的上班的 扬州大学毕业的 工商管理毕业的 毕业之后进保险公司 哎呀 他哭到了 录单子 干了三四个月 又去旅游公司了 然后结果被旅游公司外派到泰国了 呃 派到泰国 干了几年之后呢 人脉也有了 阅历也丰富了 二十七岁的时候 决定单干创业了 结果呢 他想干到三十 不成功就就回南京 就从做外贸啊 个体户啊 代购啊 建立关系网了 建公司了 建客户了 每天就睡三四个小时啊 压力非常大 但是很快乐啊 他这个干过什么饭店了 干过旅行社都失败了 赔了三十万 去泰国之前呢 也谈过恋爱 但后来都成朋友了 就分手了 因为不在一起吧 他谈恋爱的人都在中国 然后这个 出去创业的人就是非常艰难的 也没有机会说再谈恋爱 那在在国外呢 也没人追他 因为可能是太忙了吧 父母让他回去找个班上 他也不愿意 没人理解他这种创业的艰辛 结果这男的聚会回去之后 就不停的给他发信息 约他出去玩 他都拒绝了 后来他学泰语嘛 泰国语的书啊 忘在朋友那了 这男的就帮他送过来了 顺路一起走 上学校上课去了 然后结果等到晚上九点半 他上完课了 这男的还在楼下等他 他觉得这男的不坏啊 挺热心的 还挺惊喜 挺有点心动了 结果呢 他们就没事就一起上学 放学啊 陪他学泰语 认识不到一周 这男的就表白了 就愚冬的 这坏人 犯罪嫌疑人就表白了 说的很恳切 说要娶他 要跟他一起生孩子 要好好对他 结果呢 他俩就奔着结婚 就开始出对象了 他当时说自己是国内创业失败的 来泰国考察事业的项目的 然后说的就是 说的很好 穿的全身都是名牌 哎 抢着买单 结果呢 后来才知道 他是国内因为欠钱太多了 黑社会上门催债了 16年12月就跑路到了泰国 在泰国呢 就是所有的花销都是靠这个 用这个信用卡透支的 还有网络贷款 这样就欠了更多的钱 这样就欠了更多的钱